2018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从社会、文化、经济三个方面来简单分析一下。 这一年的中国社会充满了戾气与愤恨, 西安公交屠夫、深圳公园杀手、柳州灭门、龙岩撞人、 随机杀人案件在中国成为了新常态, 每个人都可能死于随机,而每个人都坚称自己无辜。 年轻人在高房价面前完全丧失了希望。 90后一边步入社会,一边成长为沮丧的一代, 他们欠着信用卡花着未来的钱, 在手机游戏里虚度光阴。 至于理想与事业、运动与阳光, 那是上两代人的话题,与90后的佛系毫无关系。 当然这并非指全部的年轻人都这样, 有一部分年轻人的身上依旧可以看到未来希望的光芒。 婴幼儿则在这个2018年遭受了莫大的一劫。 以长生生物为代表的疫苗生产企业们, 供应了数以千万剂的问题疫苗, 打进了婴幼儿的身体里。 这是难以置信的残忍。 除了中国,很难想象再有哪个国家可能发生这种有组织的针对本国婴幼儿的有意犯罪。 老一辈则吃尽了没文化的苦。 他们喝着红毛药酒, 吃着号称能抗癌的保健品, 一步步地把自己送上不归路。 无论舆论如何痛骂红毛药酒, 如何揭批保健品黑幕, 老一辈始终不忘初心, 横下心肠就要在愚昧无知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互害与自残就此成为了2018年中国社会的主旋律。 2018年是中国的文化小年。 著名的文化人挨着去世, 李敖、善田芳、金庸、二月和他们的离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过去。 然而新的时代似乎并没有到来。 文化的根本在于批判现实, 而中国的现实早已拒绝任何批判。 影视领域, 今年唯一值得一提的中文电影就是《我不是药神》。 这是一部浅尝辙止对现实屈服的电影。 影片中所谓的反派设定, 并不是中国奇葩的药品定价制度和关税体系, 而是贪婪的外国药品企业。 这真是莫名其妙。 电视领域则突然充斥着一堆美化前30年的所谓怀旧剧, 饥饿与恐慌的动乱年代。 居然被演绎成了《理想与激情》的岁月。 不知道这意味着文化的倒退, 还是堕落。 比较有趣的是, 今年年中开始, 崔永元炮轰范冰冰冯小刚, 轰出一个影视圈, 人人都要补税的后果。 所有影视明星, 今年都是灰头土脸, 补税额, 统统都以一元计。 估计明星们一提起崔永元, 很可能都是要往地上涂口水, 然后狠狠踩上脊脚的。 但不得不说, 崔永元确实干得漂亮。 而他举报千亿矿权暗时至今日, 还在持续发酵。 网文领域, 今年突然流行起, 一个很有趣的题材, 灵气复苏。 指的是现代社会, 由于种种宇宙规则的变迁, 恢复了修行的环境, 于是校园文、霸道总裁文与修炼文实现了大会诗。 这种现象的背后, 乃是中国国民对现实的逃避心态, 投射到了网文界。 现实经济环境越是酷烈, 读者们就越期待灵气复苏之类的现实变化。 2018年, 在经济领域的第一件大事, 当然要数全年股灾了。 户指从1月底的3580点开始跌, 一直跌到年底的2490点, 中间几乎连像样的反弹行情都没出现过, 直接呈现连续下跌趋势。 这种下跌令全国股民陷入了深刻的绝望。 在今年以前, 中国经济下行的风险, 股民是拒绝相信的, 但是2018年一过, 股民们终于有了切肤之痛。 小清新们受到了最深刻的教育, 开始相信经济本身出了大问题, 必须要正确应对了。 要说引发股市持续下跌的首要原因, 还是震撼世界的中美贸易冲突。 毕竟中美之间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恢复友好, 一直友好到2017年。 中间虽然也有南海撞击, 以及炸男联盟领事馆之类的风波, 但整体来说, 友好乃是主流。 2018年突然风向逆转, 中美之间在一夜之间陷入了对抗情绪, 两边的互信基础突然荡然无存。 2017年底, 美国通告中国, 要求中国在100天内进行贸易体制改革, 以降低美国方面的贸易逆差。 中国方面对此置若网闻。 到3月底, 百日期限一到, 美国正式启动关税战, 两边开始陷入互加关税的循环。 贸易战期间, 美国尝试了一把封杀中心芯片进口的操作, 把中心打得差点猝死。 这件事一直持续到了年底, 美国突然又委托加拿大把华为的财务长给拘了, 也就是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 中美关系接下来怎么走, 还真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 引发股灾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以资管新规为代表的去杠杆运动。 负债太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硬伤。 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 统统陷入了无底的债务深渊。 今年年初, 中国痛下决心要逃离深渊。 于是政府方面要削减赤字, 银行要紧缩贷款, 杜绝表外业务, 胡乱借债的各类金融机构, 也是迎来了一波新规风暴。 没想到, 这么一轮组合全下来, 依靠柴东强补西强活着的网贷行业, 断了资金来源, 从6月份开始排着队的暴毙。 接下来就是整个金融体系丧失活力, 股市被抽血的结果, 当然就是持续下跌。 眼看资金匮乏的后果, 就要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 于是从7月份开始, 资管新规被实际取消, 政府赤字大门也被重新打开, 开始鼓励地方政府借债搞基建。 目前来说, 这种种重启杠杆的举措, 还看不到成效, 毕竟之前降杠杆的原因, 就是杠杆已经加到了极限。 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 都已经负债累累, 这个债不是想借就能借得起的。 更关键的是, 年初以来, 由于老百姓负债到了极限, 连房地产市场都撑不住了。 厦门领跌全国, 房价跌幅超过三成, 杭州紧随其后, 也有两成的跌幅, 北京上海的房价跌幅也在一成以上。 有了这些明星城市成为榜样, 全国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 普遍进入了成交面积萎缩, 价格下行的通道。 到了年底, 连一贯自称房价平稳的广州都撑不住了, 郊区增成, 直接就是六折, 并开始导致市中心区域的成交锐减。 以上, 就是中国的2018年经济基本面了。 似乎唯一的应对办法, 就是减税降费, 让重压之下的老百姓, 能够喘口气。 不过减税, 似乎也不容易, 口号喊了一年了, 也没什么动静。 希望2019年能看到一些减税方面的真正的动作吧。 最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事事顺心。